纽约邮报列出抵制北京冬奥六大理由 不妥协欧盟大使团决定延长对华制裁 抗衡中美俄罗斯和东盟展开首次联合军演 数量奏减90%中国货轮最近从海上消失了 面对要求中共为侵犯人权负责的压力日益增大 上周四拜登表示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拜登说事实上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 纽约邮报随后发表社论 罗列出美国应该抵制中共奥运的六条理由 纽约邮报在11月20日的社论中认为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让奥运会成为一场胜利的宣传战 实际上它值得全世界的面世 远非不派正式的美国政府代表团那么简单 社论进一步列出了应该抵制北京冬奥的六大理由 第一 中共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人进行骇人听闻的虐待 违反了联合国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每一项规定 它在大约260个秘密建造的集中营和其他拘留中心里 关押着大约200万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少数逃离的人说 他们在那里受到了洗脑 虐待 甚至被迫绝育 第二 针对这场夺去500多万人生命的疫情起源 北京完全拒绝配合任何真正的调查 而事实上 正如美国前国务院高级调查员大卫阿舍指出的那样 由武汉病毒研究所事故引起 关于疫情的科学性和间接性证据 几乎是决定性的疫情起源证据 从疫情初期 中共就竭尽全力搅浑水 包括从互联网上抹去吹哨人李文亮的信息 到指责美国冷冻食品把病毒带到中国海岸 再到迫使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其狂言 第三 在过去的近20年中 中共一直摘取良心犯的器官 器官来源主要是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族穆斯林民众 北京坚称所有的器官都来自自愿捐赠者 但原始数字表明这是不可能的 第四 打压香港的自由民主 中共违背了英国移交香港时的协议及中英联合声明 现在中共不仅压制了香港的任何民主形式 而且正在逮捕任何阻挡它的人 第五 北京镇压宗教信仰和教会 习近平主席不希望别的神在他之上 中共多年来一直在打压中国的基督徒 拒绝让孩子们参加礼拜 拆毁教堂 用党魁代替耶稣 监禁牧师 篡改圣经 使之符合党的路线等 第六 在最近的一次暴政操作中 三届奥运选手网球明星彭帅 指控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犯之后 随之被消失 中共就是这么蛮横无理 如果世界各国政府和国教委会 仍选择对此视而不见 那也足以让运动员们 自发抵制北京奥运会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 欧盟持续关注 中共希望在欧洲打开自由世界缺口 联欧致美的希望肯定破灭了 而反制欧洲的措施也失效了 11月24日 欧盟成员国的大使们同意 延长对四名中共官员和一个中国实体的制裁 这一决定预计下个月将被正式采纳 这也将使2020年12月签署的中欧投资协议陷入困境 路透社援引两名欧洲外交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说 由欧盟成员国大使组成的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委员会 不禁讨论直接通过的决定 下个月将被欧盟接受 制裁一旦延长 消息显示说 北京与欧盟在去年12月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将很难再得到通过 报道表示 这四名中共官员和一个中共实体是今年3月 因涉嫌参与了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活动后 被列入欧盟的制裁名单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中共多年来对新疆维吾尔进行大规模的种族迫害 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 这四名被制裁的中共官员分别是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 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正 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明山及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 被制裁的实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与实施旅游禁令 中共政府随后也对欧盟采取了反制措施 中共一直在游说欧盟推动双方持续7年谈判达成的这个投资协定 中共驻欧盟特使张明上周表示 如果欧盟不取消制裁 中共方面也不可能批准这项协定 北京认为欧盟的制裁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欧盟对中共官员的制裁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之后 欧盟对中共实行武器禁运以来 对中国采取的第一次限制性措施 燃止太平洋印度洋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梦想 这就是俄罗斯为什么长期苦心经营 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的原因 只是由于力量消长 它有时候不得不退回本土 现在普京借着中美在印太地区的矛盾机会 又在东南亚显示其帝国存在 据报道12月1日至3日 历史上首次俄罗斯和东盟国家之间的海军联合演习 将于印尼北苏门达腊海域举行 报道中引用俄罗斯常驻东盟代表官员谈话 指相关军员决定是在日前第四届 俄罗斯东盟视讯峰会上决定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 俄军预计将派出海军太平洋舰队所属的 无位级驱逐舰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参演 俄国官员表示 演习目的在于训练俄罗斯海军和东盟成员国海军 为保障海上商业活动和航行安全进行的联合行动 但报道中并未提及 除了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舰艇参与编队 以及东盟将有哪些国家会派出舰队参与海上军演 东盟成立于1967年 有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辽国、柬埔寨和缅甸 10个成员国 早期主要任务之一 为防止区域内共产主义势力扩张 但随着冷战结束 经贸发展需求陆续产生 东协区域论坛 东协10加3 东亚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变形组织 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朝鲜都成为交流 参与对象 此外 演习区域选在印尼、北苏门达拉海域也颇有被刺美国的意味存在 印尼、北苏门达拉省、北林、马六甲海峡 西连接印度洋 俄罗斯军队要到达这个区域势必将通过南海南行 推测届时 中国解放军将戒机协同在南海军演向美军示威 另外,北苏门达拉距离美军在印度洋重要基地迪亚哥加西亚岛约3000公里 正可测试美国海空军相关的反应能力 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是俄罗斯大型反潜驱逐舰 最大排水量8700吨 装置先进 日前也在日本海旁彼得大地湾附近与中共进行海上联合2021军演 当时中共派出多艘舰艇参加演习 万维评论人高璐认为 俄罗斯选择此次军演也有暗中警告中国的意味 俄罗斯并不想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任人拉拢 它要更显示在东南亚的独立存在 而东盟联合俄罗斯军演也是想显示其国际关系的多元性 从而彰显其独立性 全球供应链迎来了最新的头疼的问题 通常全球的货船都装有自动识别系统 即AIS收发器 船运公司都能追踪世界各地的船只 但近期却出现了怪事 中国水域的船只却不断地从全球追踪器上消失 据CNN报道 分析师们说 他们在10月底开始注意到船运流量下降 因为中国正准备颁布数据隐私的相关法案 AIS系统允许船只使用高频无线电向海岸线上的站点发送讯息 例如位置、速度、航线和名称等等 如果有某艘船不在这些站点的范围内 就可透过卫星进行讯息交换 但这并没有发生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身上 根据全球航运数据提供商Vessos Value的数据 过去三周内从中国大陆发出讯号的船只数量凑减了90% 中国外交部对此拒绝发表评论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没有立即回应 分析师认为 中共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于11月1日生效 该法要求处理数据的公司 在让个人信息离开中国国土之前 必须得到中共政府的批准 这可能反映了中共政府对于数据流入外国政府手中的担忧 虽然该法并无提到航运数据 但一家主要船舶追踪信息供应商Marine Traffic的AIS网络团队负责人 Anastasis Turos对CNN指出 中国大陆的数据供应商可能会扣留信息以做防御措施 Marine Traffic的媒体策略师预计 中国传播数据分分钟的丢失 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 因为公司可能会失去关于船舶停靠 卸载及离开时间的关键信息 但北京的一些高级官员最近试图平息全球投资者的担忧 也没有多少实权的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在新加坡举行彭博社新经济论坛中通过视讯表示 中国不会孤立于世界而发展 并呼吁各国保持供应链的稳定和顺畅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